这才叫做上山大河 在海南岛五指山的穿越过程之中 大家还算比较顺利的走完了前半程 可以说是波澜不惊甚至略有平安 那么当太阳落下之后 我们在黑夜之中继续前进的时候 情况可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那咱们这样咱们等下郑哥 如果郑哥上不去咱们就远路返回 这里你就想推着 推不了了 让他再试一下 让郑哥先试一下 雷哥说了他胎比太薄了 如果放弃的话 一轮胎容易坏 二它底盘容易磕大石头 它的底盘太低了 行吧 不行咱们上去再想办吧 我先往上走了 摆在面前的是很大角度的连续上坡路段 并不宽的路面上 还遍布了被雨水冲刷出来的这种很深的水冲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是已经放低了胎压 但是走起来依然是非常的湿地 车轮一不小心就会划到沟槽里 还在我前头 你看 他车身现在完全栽到了左侧 然后亮亮腔腔的往上努力的在爬 我去 上来之后紧接着一个左转 然后右侧车轮是一个非常深的大沟 我现在往上开 看一眼好吗 你们等我 不行了 就放脚盘 千万别冒险 至少打一个保险 别到时候塞进去 OK 行了 我现在上到安全地带了 然后我下去过去看你 好吧 好的 好的 他上来了 不行 放弃了就好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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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不行了 脚盘 李总上去了吗 李总还没有 还差一点 因为这一巨大的交叉轴 可我这拐弯拐过来就这一辆子 我只能这么走啊 你千万别冲 冲有危险 冲车会横的 拉住手杀李总 下车吧 好吗 拉手杀走着 OK 我去前面给你拿绳子 OK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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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不得一点辅助力都没有 那边空了 嗯 嗯 离我太远了 李总 来喽 我不会往你那走呢 你听我喊你 让你关离个计 好嘞 让你去控制车 好吧 我在上面踩着刹车 着手车踩着刹车 我就直接用脚盘机 把自己往上拽了 对 我现在往上走 表里也滑 好嘞 他没有后续 所以他上不去 你一点点往上来 然后如果我动了 我喊你你就跳 好好好 来吧 用我这台车作为锚点 后车呢 就轻松又安全的 通过了这段水冲沟了 不过话说回来啊 在对应这种连续上坡 而且附着力有还差的路面的时候呢 有没有差速器锁的差别 确实是非常明显的 李总你往上来 顶着我屁股后边 让雷哥尝试一下 不行我就谢我雷哥是大声 你把他往上带 好的 我现在开到你这儿去 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表演一个 生动的火轿 就是什么呢 火车 起 走往里边 停了 好 雷哥冲啊 哪知道 雷哥那么冲很危险 其实 你把他回来了 牛逼雷哥 OK继续前进 上车吧 上车吧 哎 义总跟上了吗 跟上了 跟上了 放心吧 我先开了啊 人真开了 好多东西挡着我事情 没事 我胜利就得一天了啊 还有一点开了就有了 公里了啊 胜利呢 还有点距离 还有两多公里 肯定是出去了 爬上了这个大坡之后呢 前方的路况 依然不太理想 所以呢 大家都提高了警惕 摸索着向前 非常缓慢的前进 而这条雨林路给我们的惊喜啊 还真的是一个接着一个 我去 注意啊 碎石涉水 这是好假 我过小河呢 我看 河水呢 并不算深 路上的大石头呢 也都能够去避开 所以这条小河呢 并没有耽误我们太多的时间 然后再往前走出一段之后呢 前方的路况 哎 又变成连续上坡了 又是这个 哎呀 活地嘛 你看中间那个沟 就是其他的车的那个桥壳 给划出来的一个印 现在走轮完全就在这沟里 然后沿着这大坡一直在往上拔 注意啊 李总前面有个交叉周 继续向前行驶 坡呢 还是那么多的坡 路呢 还是那么烂的路 但也有一点略不同啊 就是两侧的植被呢 开始变得越来越茂密了 我好心疼我的车呀 哈哈哈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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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 我觉得我现在就跟走在一个山洞里 哎呦 哎呦 我出了我出来了 我看一下我的摄水器啊 摄水器还在呢 现在头没了 摄水器还在呢 摄水器的头掉了 我得剪刀一下 好兄弟们 现在你这儿我哪儿剪刀 刚撞掉的 好兄弟我盯住了 我盯住了 我盯到破底的一个位置等你 哦 剪回来了 看 哎呀 被马皇围攻 咋了 呃 李总现在路面状况并不是很好啊 我把窗口开了条缝 瞬间就能闻到一股 很湿的那种潮湿的味儿 你看这边的这个车车里边了吗 都是水 非常的湿 我刚下去 剪完摄水器 你的脑袋回来 我知道下就是啥呀 我能听见马皇们在喊 哦 开眼线喽 我一路拿着帮我来冲打着 冲过去 劈里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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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开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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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刀 开刀啊 出大命大 马皇企远吃饱了走了 OK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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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后边那一边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一段弯看起来就很难 看起来 不友好 你看我两边返过镜我已经不看了 全都折回来了 我也把镜子收回来吧 我也别吹那鸽 你早饭了 因为自动是收回来啦 不用你收 撿倒了 自动收回来的代价太高 还是把手动吧 好心疼 我知道这是树 可我想 它一样撞一下 它就能碰碰我 这一块长一个记性 就是别往车外边挂太多的零碎 因为你零碎也多了 肯定给你刮坏 你看看现在整个植被就特别的低 我本来还想把我的辅助灯装在外边 但如果我装的话 肯定就给撸不知道去哪了 所以我也不尝试了 还好这个LED的车灯够亮 你问这问题 它就不调个问题 要不你走我前呢 给你一个机会过来玩啊 过来玩过啊 玩是啊 拿脚本来 走破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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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有一个大坑子 四连注意啊 有一个 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水冲钩 吹着板筋牛 差点咬着舌头吧 哈哈哈哈 不可能 我也豁出去了 回去让你看我的记录仪可热闹了 真嘞 要是咱俩互相看啊 哎 这样的话大家 要不然咱俩直接换车得了 哎 换什么记录仪啊 我想的美 这个比你那好用多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去 路在哪啊 我的天啊 放极了真的 放极了 这个 这个地儿 这条路也很久没有人走过了 刚才有一段我都几乎找不到路 看不到 好多大叶子挡在挡风玻璃前的 我觉得人这个旅游路线设计的真好 啊 这个难度适中 然后呢 又充满了野趣 匠心独特 用心了 反正轮胎换队了 再多个后组 轻轻通通通 现在这样 我觉得有点感觉 就真的看不见 路的那种 窝的那样 这路啊 其实跟我们之前去云南的那雨林 嗯 怎么说呢 还不太一样 在云南啊 很少传达 我 很少说驾驶员拿到的撞车点嘛 这我们是吧 已经撞了好几回了 这确实是 但是反过来 你说这路难吗 其实也不难 就是管人开呀 你不好判断方向 因为到处都是大叶子挡在你的眼前 我最怕的是这种大叶子挡住我的视线 然后开过去之后突然是一个大沟空 那就麻烦了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个 它这个冷卜房呢 会给你来一个水平楼 然后呢 凑骨鸡房呢 会给你来一个交叉楼 最可恨的是它还给你来一个连续的大上坡加上石头镇 对我这个没有后桥插得去锁的车来说确实是有点吃力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 就是这底下圈马黄 下几万一样 那么下车两三趟了 我居然还没有被马黄给光过 但算了 我还是别的面子了 老老实实开车吧 我特别怕侧车滑我悬崖那一侧滑 现在我都有点判断不了 是左边是一下下去还是右边这次 一下下去 我觉得有可能是右边 因为你看咱们看到右边是树的半截的位置 你看果然对右边是往下滑 就直接是山坡了 呜呜呜呜呜 大坑啊 右号码大坑 郑哥呀 感谢你坑 你这个优雅的精彩 一下子就往上坑 避开的优雅是还经验的 要不然我肯定你坑我还叫你 我根本看不见 我刚才就是叫得那么一坑那坑 然后你还嘲笑我 那我是不是把自己舌给了 这次不就避免了你咬熟了吗 可是我第一时间赶紧感谢你 快都看了 那我找到没问题吧 我吃了冰狼的感觉 我凶的 心痛死我了 嗯 哎呦 出发之前呀 本来说给这车切个磨 然后郑哥你说呢 你说什么来的 你说这路也没有划车的地儿 也没什么 切什么磨了 是不是起个车就完了 当时我估计是吧 哎呦 你要是那么心疼 就我觉得还是别开着 跟地库好好供着就完了 我这车呢 我觉得有点这苍苍感 就是我想要的 下巴 你看看待会儿这地儿 你贴膜管不管用 哇 OK 顺利通过 我的18寸轮毂 心疼你死了 哎呀 吓死了 还好没蹭着 哈哈哈哈 再通过砸石头 一个劲脱底啊 哎呀 漂亮 李总 待会儿感受一下这儿 看贴膜管不管用 哦 没事 加油走 不能停 停就翻了 知道吧 我差点没露出来 从安全带里 最关键你不是快露出来 你是拿你的手出我的脸 我多缺得你 我是想躲一下这车坐着 结果这儿补到脸那儿了 就 哎呀 哥呀 我这个 做菜帮子整吧 刚才 那大伙可以 你笑得呀 大伙说他开始发现 开始漏过来 然后他直接找菜帮子 点击点 有面子啊 凑着墙过来 感觉怎么样 反正我就脑有点翻蒙 我就想 干嘛呀这是 干嘛打我呢 干啥 我挨你一拳 这镜头没拍下来 这怎么办呀你 你别挨你了 全体都拍着等了 有点挂 我们也现在把室里灯开开了 可能就是 哎 刚才我挨一拳 你没拍着哦 那儿子也再来一点 你来吧 挨我一个里头 再来一遍 刚才是不是有一种 要翻车的感觉 嗯 是 这侧情依已经很大了 而且你注意到了 刚才那种情况 你打方向就没用了 车直接掉沟里 而且你千万别翻大轮 越翻大轮了 那车屁股越往反方向甩 它越容易翻 顺着劲 车一直要在动 车一停 在那 12分小心啊 李总 咱们的右侧 直接是伸口 伸口 完全超车了 哎 这算什么呀 李总啊 这什么什么都能输 就这嘴上不能输 看到这段了吗 全是烂泥了 注意有个很深的泥坑啊 我现在慢慢通过 那边不是稀泥 没路很好 老片上更没紧 成定了吗 成 成 到 在哪 我出不来了 那里够腔了 倒不出来就拿脚盆转 我出不过来 你下来帮我弄一下 你 待会儿再倒一会儿 好嘞好嘞 震波 现在掉在这个大泥坑里 巨深啊 巨深啊 然后我也没法从边上绕 因为绕边上 到后果有可能就翻车 待会儿我得尝试一下 来点速度再过 我的沟头泡在水里了吗 我在泥里了 没事 我试着掏着吧 先顶上进啊 先顶上进啊 我呀是一个车头朝下 我拉你我拉不动 肯定你把我转一下 我先轻轻地这件事 来 干吗 还能拉动吗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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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好 这回可以了 我冲一下 坐下 我大概坐下 我刚才试了一下 我第一次不敢冲这个地方 还冲几个东西 你冲一下应该都冲过来 我第一次不敢冲完全 因为我怕水底也很深 就这样还磕了一下我车头呢 看一眼我前面 过来了吗 谢谢了 你家好多状态 啊 啊 因为你水箱泡水了肯定冒烟啊 我车也冒烟灭一下车再打 你放心水箱爆了这会儿已经就出了 一个大深坑整个一头扎进去 我跟你一样哥 你速度没有快 打个样子我看一下 而且如果是水箱的话 现在我闻到的蒸发的是房子叶的味儿 前面开路去吧 那这么着 我呀掉一头把根挂进车上 然后一点点过来 好 您放心吧让他先走 爷全是你 看到我 慢点别往那边载了 那边伸钩 往这边 对 往左 那边伸钩 右 右 右 好 好 好 打过去打过去 打过去打过去 这边是硬的 好 好 藏藏藏藏藏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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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我接着带队 我现在这个车在有很尖锐的异响 都让我拿 行了 反正没有报警 应该能够 前面又有个水泡了 再来一遍 还是来刚才那一套好吧 好 真哥 同样的错误 又犯了 但是这没毛病 总比我傻呵呵的 一个扎蚂子小 我们现在心都废了 我大人 走吧 来看看真哥怎么做 看来他这回比较有把握 他觉得得坑前 他想加速冲过去 我用前脚盘自己上去 这个泥坑呢 倒是没有刚才那个泥坑那么深 而现在我所处的这个位置呢 也已经快出来了 所以用我自己的这个前脚盘呢 在前面找一棵树当做锚点 轻轻的那么使上一点劲一顿 应该就可以脱困了 有一点比较麻烦的呢 就是之前如果有人经过这个坑的话 很有可能也在这现车了 而且会在坑里垫一些石头啊 或者是树干啊等等这类的东西 那么作为头车呢 其实我并不敢全速的往里冲啊 因为毕竟它有多深我也不知道 而现在我已经把这个路摊过来了 那么后车呢 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加速了 这个没多深 比刚才浅多了哈 它灯都没脏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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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往前上哪儿 壁坑试试呗 好嘞 我把上去提点 博哥哥 你可以走了 OK 好 好 我们又过了一个大石坊 已经过不上马王了 什么黄什么黄了 来吧 又开始上山了 这哥在上面搬进来跑 咱们在后面搬命的在挠 看看 这上坡就够长的 这坡度真的挺大 这都已经不能叫路了 这就跟轨道一样 车在轨道里面 这都是被水啊 整个偷懒了 连续的上山 然后连续的水中灯 连续的交叉头 但是我觉得没难度啊 是不是啊 这有难度吗 没难度 啊 什么情况 那车车倒沟了 然后我重新调整件方向 哎呦又掉沟了 好像不说话了啊 你说话就顾不上开物框了 得到了啊 差不多了 局部维艰 如果要就我自己单人单出 我肯定不来 真的 我跟你说 就这一段 只要是下雨 都不用很大的雨 都相当的大 下山一点都不比上山快 因为这下山这个坑 一点都不比上山少 而且都是大的坑 尾杠 刚才过去了尾杠 对 看看这一地的零件啊 不知道这 要多少好汉劲折腰啊 呵呵呵呵呵 写着鲜石头 拿一档子没拽住 胜利就赶紧强了 这是磕了头了是吗 对 这是今天晚上第三次了吗 你别把我拨滤状态了 挺贵的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不是一大仇以后 要能磕坏 我早磕碎的 哈哈哈哈 走走 走走呗 大概最后1.5到2公里吧 太顺劲了 好 开心 真的是搞得精心这么做 像咱俩刚一进来的时候 好家伙好远告知 野车 五指线 哈哈哈哈 哎呀 大家真的是 永远是会 给我们留一些小精神的衣服 薪果的正宗 他的生日了 平常的最后这个 看着 估计应该还有六百米 可以看到图 六百米可以看到图 看 棒 今晚吃点什么呀 这个 哈哈 是不是这三千万 三千万效应那么多 一点都有 啊 这反差回来了 感觉现在 前面已经看到了三亚的灯光了 夏克龙还远远远 我们终于要跟马芳山说代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夜川这个 不长不短的距离 真的是 哈哈 有惊 无险 非常的过瘾 非常过瘾 哎呀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看见了 呜 呜 穿出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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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检察院生日中有没有马王 车也成功 怎么说呢 有点小挑战 但是很开心 而且是夜川 确认了一下 车呢也没有什么受损 至此呢 本次越野穿越呢 就全部都完成了 大家走上了公路 前往三亚方向 准备返程 不过这会儿啊 喜欢突发奇想的这个老李同志 就提出来了 想去体验一下这个海岛的一些常规项目 想来也是啊 到目前为止呢 无论是迷人的沙滩 还是遮天蔽露的海岛 都可以说是既有意思又有挑战 但是对于常规大家认识之中的海南呢 好像确实是少了点什么东西 在海拨之上我呢 选择了更加刺激的摩托艇 而老李同志呢 则是玩起来非常佛系的帆船 而我们的目击地是哪呢 在石眉湾附近 一片非常清澈的水域 那呢 更是浮潜和看珊瑚的绝佳取出 我这个呀没有正跟那个快 所以呢 我就偷摸的先走了 哈哈哈哈 我们马上就要出马头了 海上版的越野路书 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海上的浪比我想量大 说话是什么 有点怂 这个上船以后 跟在陆地上开着越野车完全俩感觉 本来呢 还想站在这个船头 给大家摆一些什么炮的 你知道吗 这晃又晃又晃的 都已经开着有点云船了 今天还是号称是风明浪气 欣赏一下这个船里面什么呀 这里面跟房车一样 也有这个厨房 然后呢也有这个客厅 然后在最前面船头的位置 就是卧室 我看一下啊 这还有一个 这还是个两居室 你看到没 也就是说 这是个三居室 哈哈哈哈 很奢侈啊 这个跟我以前开的那个房车 这是完全机缘不同的感受 哎呀 这应该是个导览器 是 它已经在导览器 啊 它今天风起啊 我刚刚走不起 起风 太慢了 今天没有风 如果今天有风 有八级风的话 我找到了 那我先走了啊 拜拜 好嘞 刚才吐吐吐吐的先跑了 这还是没穿过的 看我们这个的机动效果 不过大海里面你看啊 这个浪 跟我们在这个水库里的玩 真是完全俩概念 我们现在开的这个帆船 你别看它个头不大 但是呢 它是完全具备了 环球航行的能力 当然了 这个 我现在还没有具备这个能力 对 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两面帆全部都打起来了 蓝天 大海 然后白帆 太烫了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帆子一关了 真正的是完全自然的锋利 然后来推动了我们向大海前进 我现在已经无印传了 现在感觉好动了 然后看着那一个傻小子 在海里面来回来围着我们转 多无聊 是不是 还是这种感觉好 那个就拧右门就完了 对不对 那有什么意思呢 对吧 我们这个帆船啊 它有两个方向 一左一右 帆如果在我的这侧正前方的时候 它会挡住我的视线的地方 那么这会儿我就可以到我的左侧 然后去继续到这个方向 哎 你看我现在我的视线一件都开座了 太舒服了 我妈也穿了这么半天啊 就这个环节是最棒的 老李这个主意呢倒是没出错 就是如果来了海南 如果来了这边 你不到海里去玩一玩 不玩玩这种坏艇摩托艇啊 那是挺无聊的啊 哎呀太舒服了 就现在的此时此景啊 在梦里面都没出现 非常感谢郑姐 这次给了我这个选择 而且这个选择恰到就是我最想要的 在这个陆地上 甭管你这开越野也好 还是开房车也好 哪有这种感觉 没劲了吗 没意思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现在完全是靠风的力量在行驶 停服务件 停服务件 我的船可以环游世界 拜拜 再见 拜拜 哈哈哈哈 一段轻松自在的行驶过后呢 前方的不远处就是我们即将要去到浮潜的海域了 而在停船之前呢 兴致高昂的老李同志 还非要再干点体力 我们现在开始准备要收前方了 我呢负责呢收篮 然后我们的这个船长负责放了 需要很大的劲啊 对你需要整个的人 真的是需要好大的劲啊 怪不得水手的手上都有大简子 这简子就这么来的 我终于知道了 我看有点啊加油 再来一下 好了吗 我把那个靠过来就行了对吗 好嘞 我看看 血靠出来了 现在看来不迷迦一会儿你都知道了 我们现在开始收住房 好 我这一钱翻就要我老命了 我觉得李总现在应该嫉妒死我了 嗯 用腰卷 对 把腰直直起来 再缠一通 这样拉吗 哎呦老师啊 还有这么好的腐气啊 原来有电动马达啊 老师啊 哇塞太棒了 这个功能简直太方便了 要不然的话拉得拉死了 OK 其实你说在这种状态下吧 我说我要是来工作的 这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是吧 但我真的是来工作的 我真的是来拍乐录处的 你们知道好辛苦的 好辛苦的 你比如说现在 聚晒 你受了吗 聚晒 那么大太 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理解一下啊 理解一下 真的好辛苦 对 我现在 出来个真不容易的事啊 看着浪漫啊 我现在才知道吗 我选错了 还是应该是该累的 太累了 你看看这 所以几下 你看雪范就出来了 看看 像在这种 这么大的水域 这么大的一个海上玩 而且玩的那么透彻 那么淋漓尽致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第一次了 真的好爽啊 好爽啊 哈哈 李总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你看 玩他的老年翻船 论论神啊 聊会天啊 也就干这点事了 多无聊啊 年轻人 像我这种是吧 十来二十岁小伙子 玩这个 是最舒服的 那个 我还有一句话说 那个有什么难的啊 那就拧油门都OK了 开到地儿一拧 要是门OK了 这个 哇塞 而且我终于知道这个帆船 它的这个 为什么说是男人中男人 才能干这个活 只有刚才那样的 我才能真正地体会到 当年 开着帆船出海 是什么样的感觉 而且我们现在 这都是什么样的船 我当时我告诉你 拉完了 收完了前帆 让我在收这大帆子的时候 我都绝望了 你们知道吗 我当时就想一屁股 坐在地上 我就已经没劲了 我满手都是雪炮了 结果老师摁了一个奇怪的白色的按钮 无良啊 真的哥们 我告诉你 翻船最大的魅力在于收翻 太爽了 在这样的船上 是不需要笔基尼的 是不需要美酒的 需要的都是纯烟 因为有笔基尼跟这也没什么关系 你说这次数了 各位 李总 我告诉你 这个四十字在翻船上 才是最有魅力的 才是最有经验的 我们现在就准备抛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再往前走呢 海水就比较浅了 为了不破坏海底的这个珊瑚和生物 所以我们就离它 保持一定的安全之处 手里拿的这玩意 就是一会儿要潜水啊 带的面镜和这个呼吸器 这就好像我们那车 那个事儿就停了 这样的话 我就能够脑子扎在水里面 然后呢 还不影响我呼吸了 带你们看川湖去了啊 带你们看川湖去了啊 这底下全是珊瑚 我跟你说 就像一个你在天上飞的感觉 然后飞在各种珊瑚的峡谷里 然后什么都有 有海板 然后有那种小的特别漂亮的热带鱼 反正都在里面穿梭 但是如果弄一个水费的话 满美 满满满 我找他玩的了啊 拜拜 拜拜 这个画面好鸡呀 来追我呀 你要是能追到我 我就让你出鸡鸡 海面 海面 能想象一下吗 反来啊 应该是我 开着艇 拉着我们家董事长 啊 结果呢 这个感觉有点怪怪 哈哈哈哈 我就当先一起一遍 下一次 然后带着我们家董事长 来赶快 你说不让他玩一下摩托艇吧 感觉我好像很没有诚意 看见了吗 让他拉着我睡会儿午觉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 慢点李总 别提那么快 别提那么快 慢点 稳 稳 乘着并不平静的波涛 睡着胆战心惊的午觉 我们本季的月录出海南岛之旅呢 到这就算是正式的结束了 短短的几天呢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把海南的每一处角落都走遍 但是川林渡海寻足秘迹 也能够用心真的去体会往往南海 这种非常迷人的道路 不过那个世界的野心 预护君 地爱上荣包 这是自己追求的 所以我拿着你 这种荣包 那是我们的家里 所以我可以只会 要是国家的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